回到一夜新聞 今夜最新 我們要繼續帶你來關心 臺中市長的選情 其中民進黨的候選人蔡其昌 他回到他的家鄉清水 舉辦造勢晚會 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以及現任的院長游錫坤 雙雙獻神力挺 呼籲海鮮的鄉親要投出 翻轉臺中的市長 選前黃金週末 民進黨臺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 回到土生土長的清水 舉辦造勢晚會 上萬名支持著湧進會場 展現海鮮團結氣勢 很多人跟我說 這次選舉這條路不好走 因為我們要面對 很多現任要用他的 行政助援 跟我們打壓的選舉 不能怕 我也沒有你怕 我們一定要贏 對嗎 承諾要替家鄉拼建設 讓海鮮迎頭趕上市區發展 六年的立法院副議長 我們已經替台中拼千幾億回來建設 這段成這段 我相信真難有人能打破 這是副吉祥對海鮮鄉親的生路 選前倒數關鍵時刻 行動派蔡其昌宣獎已經來到第946場 展現滿滿誠意 立法院長游錫坤 及前院長蘇家泉也現身力挺 這是我們海鮮的機會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地區 如果能出一個市場 更安全 他就我們這裡的人 更安全要 也會搭載車來給我們這個地方 讓台中這個大都會 能夠更加發展 能夠在全國更具影響力 能夠代表台灣走向國際 各位 還有副吉祥 這次決定要讓董事宣好好不好 去投票 投贏啊 去投票 投贏啊 海鮮萬人團結一心 誓言要讓清水子弟 光復家鄉入主是福 記者高於黎張一智 SNG小組 台中報導